是那個酸辣湯味 一樣一樣 哇 好味 我覺得很搞笑就是IFC的設計就是通常就是一棟樓向高興 但是它就是往下的發展 所以現在我就是向下的落進去 嘩 超多人 很多粉絲們 是要去吃飯 很複雜呀 原來不是我們剛才那裡 因為我一直以為最地底那層是有很多餐廳的 我就以為在那邊 原來不是 然後現在就要 嘩 好長呀這條路 應該就是這裡的其中一間 我們到了 很棒 但是沒有任何的中文和韓文 它有酸辣 麻辣 青湯和番茄湯 都是韓國人吃的那些食材 就是牛 豬 這樣 因為職員太忙碌了 所以我們現在自己錄單 我們現在自己寫 它這些圖是騙人的 就是它這些圖 但是其實是沒有那個餐廳的 所以我們是要自己自己自己點 它奶茶挺好喝 然後它奶茶是放得多少呢 而且算是偏甜的 如果喜歡茶味重一點的人 可能會不會覺得不夠味的 但是我覺得太可疑 我們現在的食材剛剛來 我就點了這個番茄湯 這個就是酸辣的 這個就是青湯的 我們全部都有加春卷 然後點了這個雞翼 辣椒醬是必吃的 我聞到了 是那個酸辣湯味 這個味道有什麼味道 哇 一樣一樣一樣 它沒那麼濃味 沒那麼鹹 但是它的味道很像 是香港會吃到的那種酸辣湯 但是麵的味道 好像有點不濃味 就是麵質的 哇 我非常之... 滿意 我覺得這個春卷很好吃 我印象中在香港吃的那個 哇 如果你... 淡仔去做 真的 每天都要吃的 很乾 哇 好味 它很香港式的那種 家庭式那種煎雞翼 新知識啊 原來呢 因為奶茶老闆就說呢 喝奶茶就不可以喝到醉被 因為那些茶漬會沉不抵 所以是要留一點點 它說的 我不知道 飯後我最喜歡的果茶 好味啊 好味好味 很容易弄的 是這些果茶 所以我家也會弄的 它應該是 細油汁再加茶包 剛好呢 我猜應該是要在這裡開 可能是粉絲之間的那些活動一聚會 因為很多這些牌 都放了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下面掛了 應該可能是 明天就會有活動 星期五晚的弘大超多人 現在是2點了 開了一間新的 又是黑客人燈珠鮮奶 剛才看到我喝酒了 然後它很興奮地泡了後面 弘大2點鐘 大概就是這樣了 好了 現在已經到了這個美容室了 幫我弄的那個粉絲 剛剛在外面 筋圓慢慢滿 所以它現在是趕過來 等我頂他了 沒錯 為什麼剛才我漂完頭髮 為什麼都會變回這個啡色的呢 因為話說 其實我上次染深色頭髮 我是去一間很普通的 就是家附近的一間 髮型譜仔去染 染完之後那個顏色是 非常之不漂亮的啡色 但可能因為大家 鏡頭看就不好覺得 但是剛才跟髮型師商討過之後 他覺得 因為本身那個布典頭都頗嚴重 在這裡黑色 然後在這裡很啡色 然後如果我再上普通的顏色 其實一定是不均勻和不漂亮的 所以呢 髮型師就把我整個頭 漂了色眼之後 整個頭再上色這樣 等我之後慢慢頭髮再掉色的時候 那個顏色都會均勻一點 應該明天或者後天 那個髮色又會不同了 整完頭 然後就回到家了 超級殺女 真的特意出去做頭 然後其實還有跟他們吃了一頓飯的 明天全天就會收拾東西 然後收拾房子 看看有什麼要做的就先做了 其實今天呢 我都原來看看頗多工作 首先就是現在上衣服 然後我現在就要出門口去買 射裝油 剛剛說的都可以買的 但是我趁有記憶的時候 買了才覺得會好一點 然後我就要去 按 因為最近港幣對WAN是太划算了 一對一五零 還有很多東西 還有交租 還有很多東西 好 可不可以下街 好 可不可以下街 結果我是沒有領導的 因為我看到他的手續貴了3500W 有點貴 所以現在打算去第二間銀行 然後我忽然吃東西很久沒吃麥當 忽然很想吃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這個Signature系列的 這個漢堡包 是蘑菇 然後呢 麥當勞雞也是我一定會 點的食物 但是重點是 我一定要配這個 甜酸醬 而且我要超量的甜酸醬 麥當勞就是等於甜酸醬 麥當勞裡面我最喜歡吃這個包 不過其實這個包也出了不久 真的太久了 所以我也是近年才喜歡 以前我喜歡吃這個雙層芝士漢堡的 我沒有捱餐 因為我家中有這麼大支飲料 這個是 在韓國很喜歡的飲料 這個米水 Siccad 因為感覺上 Siccad好像在這麼多飲料裡面 算是比較健康一點 吃飯當然要配劇 現在看看有什麼劇可以看 然後我想說 我最近就想看陸劇 那陸劇叫做 我最喜歡你 我不說內容 但是有劇的感覺 很甜蜜 我覺得比韓劇更誇張 可以比人更加FF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啊 怎麼辦 沒東西看啊 吃飯一定要配劇 我吃得很不開心 很多雜物全部都拿回香港 哇 好棒啊 這個 Burger 看不見 哇 因為都要離開一段時間 本身其實我這棵樹 那個人就說要每個星期淋一次水 我本身是一個星期淋一次水的 但是後來發覺 它好像就死就死那樣 看它的葉 所以我就覺得 咦 那我是不是淋太多呢 然後我上網找 那水是淋在泥土裡的 所以說是被泥土太多水浸死 那個機會是大過乾死的 所以之後我就調節 我淋水的次數 我發覺我是大概 如果冷一點的時候 大概是三個星期淋一次水 都OK的 但是因為現在已經開始夏天 因為我遲些要把它搬到露台 我怕可能三個星期的話 它會熬不到 我就決定自製這個淋水器 我覺得這些瓶是非常好用的 其實都是上網看回來的 就是在這些瓶裡 然後這樣刺幾個孔 裡面就裝滿水 然後放在泥土上面 就是有它這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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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的水出來 就讓泥土可以保持在一個有水分的狀態 不怕乾死了 結果是不成功 它現在太多了 不行了 這樣兩天就流光了 太貪心了 因為我割了太多刀 然後它的水 比我想像中流得快 所以我現在是 它背面我只說一刀就算 一刀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上網再看一看 然後我現在要去交租和交管理費 我剛才收到管理費 兩單 它說我還沒交錢 我發覺原來 我一遲交的話 它就會罰錢 罰五千瓶 然後我上個月原來忘了交 每個月的管理費大概是10萬瓦 其實我也覺得頗貴 沒辦法 因為住這些Apartment的話 它也有管理員 我樓下又有那些垃圾分類做好 你選過那些什麼問題呢 你又有個管理事務處可以去問 這些管理費就一定要付 譬如如果以前扔垃圾的話 大型垃圾是要拿貼紙 然後再把大型垃圾搬在某個指定的位置才可以扔 但好像我現在搬來這棟大廈 我就把我的大型垃圾放在我樓下的某個位置 然後我跟我的管理員說 然後它就會幫我處理 所以就是有這些便利 我覺得其實各有各好的 有時即是沒時間處理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 跟大廈的講 所以幫你處理好 管理費的話它這裡有了 個户口號碼 看著你直接去過帳就可以了 交租也是方便 好了交完租 現在輪到最不想執行你之後 其實現在已經是凌晨的4點半 沒錯我曾經和rect案後不好睡 不過其實現在我是很精神 所以現在就要執行李了 接著聽說就回港 回港之後會先去泰國 接著再回香港幾天 然後再跟朋友去歐洲 其實為什麼兩個旅行會這麼近呢 剛好跟朋友都有約 一早就約定了 但誰知道剛好 最後大家得的時間都是6月 所以就變成6月這樣去 今次這個vlog串連了三天的事 記錄一下我出國之前 前幾天會做什麼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可以幫我支持我 記得追蹤我的IG或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喜歡的 忽然記起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最後這個結尾要說這麼快 是不是影片有什麼時間限制 是不是的 純粹我個人習慣 反正結尾 大家應該很快就會按交叉 或者按下一條影片 所以我就說快點 反正每一條影片的結尾 都是差不多的 記得按訂閱和按鈴鐺 按鈴鐺就不按錯過 最新影片 今天下條影片都再見了 所以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